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司机 今天是9月25号的凌晨3点40 我刚下播 因为这个月的直播时长还差很多 所以说播的有点晚 你看这一天也没睡好 头发也没动 变得特别憔悴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10月1号要放假 放7天 所以说我要这几天要提前把10月1的视频做出来 所以说这几天也要熬夜写稿子录音 待会的话我还要去写稿子录音 可能就是说这几天特别累也特别忙 现在是9月27号凌晨4点27 那么今天为什么又熬的那么晚呢 是因为又在加班写稿子 基本上快把那个国庆假期的稿子写完了 写完之后就会丢给后期捡 就保证我们员工放假 但是还是会有视频正常放 这是写的第146期 47期和48期 还有49期 那么现在的话我要把这些稿子录音 录文音之后呢 我就收拾东西 然后准备去机场了 待会就不会再睡觉了 就直接去机场 然后去飞机场睡吧 待会收拾东西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下 我都会带些什么东西 好了不说了 我去录音了 现在是北京市场 我去访问一下 我去哪个人 还找到这些稿子 我去认识 我都会看到了 我去认识 为什么 我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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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我去认识 我去认识 你 都会有多久 我去认识 有一个人 我说我就结婚了,你送我给你朋友,是让他们打架吗? 拆开是这样的,这是他们的婚纱照,我觉得挺好看的。 应该是这样,这样打开,这个东西抹在眼睛上真的会好看吗? 你说呢? 这个黑骨气啊,真的大家可以多喝一点,其实我平时都会经常喝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的话,它有什么挖青素还是什么,我忘了。 就是说,它可以增强视力,你像我们天天打电脑,然后玩手机,它那个眼睛会近视嘛,喝这个的话它可以缓解。 重点是它可以抗衰老,真的很神奇,所以大家没事可以喝一喝。 这一盒也不便宜,如果说在市场买了两百多吧,然后我朋友他给我的价格好就一百多块钱。 我一般出门会带这个眼药水,这个是一次性的,它那个是里面是不含防腐剂的,就是你用的时候只要撕下来一个,然后掰开,低到眼睛里面。 但这个帽不要丢啊,这个帽你还可以这样怼上,然后穿在兜里还可以一天用好一次。 它这不含防腐剂的话,所以说对眼睛来说没什么太大的伤害,这个就一般楼下药店都有卖的, 我一般也会再带一个充电宝,但充电宝比较小的,这个充电宝大概三千多好啊,就是够充一台手机的。 带着方便嘛,会带一条线,这个线的话是那个三个接头的。 就是你带一根线的话,它可以充安卓和iPhone,然后还有这个老式的安卓。 一般我出门都会带这些东西,就比较方便一点。 还有一个这个降温了嘛,所以说我会正常准备一个这个治鼻炎的。 也不说治鼻炎嘛,它可以缓解鼻塞什么的。 基本上就这些东西,我会去机场给我妈买点上海的特产。 差不多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出发。 我现在已经上车了,今天天气特别好。 我有一个安排。 我一起来往上车。 我不知道,我会购买的用了。 然后,陈语这个不断上当者的先言之于。 就是我们总的,我们下车点的精神三个堡胜。 我们可以让我们够到这些电子换成。 我们会去听说,我们下车点的问题。 我们就把我们下车点iberal台阳奖。 其实,我们下车点清楚。 并且让我们下车点点。 我觉得,我选择是,我选择在桌上。 很长大的,我们下车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到家了给你们看一下我们村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刚收的玉米黄色的房子就是我家 里面就不给大家看了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单独给大家录一起 好了 那差不多今天这期视频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明天见 明天去参加表弟的婚礼 拜拜 拜拜